这个慧恶就明白了 观音是不肯随他回日本 所以就把小船靠外把观音像 供奉在了浙江的舟山那个地方 所以那个故事就起名叫做 不肯去观音 其实就是不肯去日本的观音菩萨 那么从这一故事可以去了解到呢 其实观音菩萨他的老家 还是在五台山的 因为当年是从五台山请过去 从观音像嘛 所以我们在很多寺庙里边 还能够看到有这个观音 也有供不到观音菩萨这样子 观音的话呢 称为是大悲培萨 在唐朝之前的时候 我们称之为是这个观音菩萨 也是体现菩萨的法力无边吧 我们说声音是用耳朵去听的 而它是用眼睛去看的 观世见一切声音的意思 在唐朝时候为了避讳 唐王林世明的柿子 就把中间这个柿子给去掉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称为是观音菩萨 而四川的峨眉山 我们大家有走过的是 普贤菩萨道场 安徽的九华山则是 地造王菩萨道场 地造王菩萨是钻管地 我们也称他为大悦菩萨 因为他曾经有发过一个宏愿 说地狱为空 是不成佛 就称之为是大悦菩萨 而我们这里的话呢 则称为是文书菩萨道场 文书呢 如果说按照佛教当中 果位所讲的 因为按照果位来分的 最高的果位是佛 然后菩萨 罗亥 天神之类的 但是在佛教里边又尊称 文书菩萨为 其佛之师 万佛之母 所以说文书在佛教当中 他是地位比较特殊的 这样一座菩萨 也用老百姓常讲的一句话 就是说 其实文书已经具备成活的 这个字本 但是他甘愿当一尊菩萨 其实是家文义普渡和教育